1992年成立的泰國台灣商會 不但規模和影響日益擴大 對僑務工作和台泰關係 具有深遠的影響力 新任中華民國駐泰副代表 林樂群率領同仁前往拜會 泰國的台商 實際上對泰國的建設 對泰國的工商業的貢獻很大 那在創造這些貢獻的同時 也把我們中華民國台灣 這塊招牌也把它擦亮在泰國 丁樂群深信 駐外同仁都有共識 將提升華僑服務 並加強台商和鄉親們的互動 也希望與台商總會 增進未來交流合作機會 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成立最主要的一個宗旨 就是提供大家除了鄉親聯誼之外 那最主要的還是提供一個資訊分享 共創商機的一個服務的一個平台 也能夠讓所有的台商朋友們 尋求有更好的一個商機 同時也協助我們中華民國政府 促進台泰一個經濟的一個交流 那當然更重要的 也協助我們僑務工作的一個推行 在泰國的台商有十萬多人 透過駐台代表處 及台商總會的努力 不只服務海外僑胞 同時結合大家的力量 創造更多海外商機 有了法規會去整理法規